我离婚五年,有两个女儿 我大女儿今年十一周岁,读五年级 已经开始发育 目前在我前夫家生活 这两年开始她有追星的现象 现在因为学校要求用手机交的作业多 她还有了自己的微信 头像也是一个男明星的头像 我只有她放暑假或寒假的时候 才有时间去接来与我相处 平时也很少联系 我想请郭老师教教我 这个暑假我应该着重什么 怎么去引导孩子以避免她早恋 谢谢 你已经离婚了吧 对 所以小孩子的教育监管 由先生去处理 对,目前是 所以你这方面你也是只能够做一些协助 做一些弥补 至于小孩子方面 你要能够敢跟他做一个正面的沟通 让他正确地了解 要引导他心里的成长健康 至于有关于女孩子 她现在又有 你说有那种 早熟的情况 这跟饮食也有关系 很多的食物 尤其越是外面买那些素食的 那些快速的素 素食的 这方面的 因为他里面掺杂很多不应该添加的东西 在养鸡 养猪 养那些动物的过程 都用很多的成长基数 像这方面都会让小孩子提早成熟 所以小孩子的提早成熟 跟食物有关系 跟生活 饮食有关系 当他被很多的基数 在刺激着 他的 女性的特征 就提早成长成熟 这方面 你说要去打压他 那也不切实际 但是要清楚知道 饮食方面 蛮重要 让他回归自然 越自然的饮食越好 再来就是 小孩子 他现在 在成长的过程 当然你还是有当妈妈的责任 你怎么样 让他有正确的 那个健康教育 对男女的性别 性方面的 这个要让他有正确的了解 我们在一般的学校教育里面 往往这个区块 都是不教 往往这个区块 都是不去变对 变成小孩子就自己要去 盲目的摸索 所以一样 你自己先要学好 优质的文化 然后懂得怎么用平等心来跟他沟通 用爱来协助他 他在缺乏爱的情况之下 一样 他就会要找寻 另一种刺激 或是找寻异性 所以一方面你要给他爱 给他智慧的引导 一方面弥补他内心的匮乏 一方面也认识着 用正确的性教育方面的观念 让他正确的理解 然后怎么样让他懂得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OK